很不一樣 其實很不一樣 我也算是毛時代的過來人 你想把韶山相比 韶山是毛澤東的出生地 而習近平出生在北京 韶山也是毛澤東度過童年的地方 習近平也是出生在北京 也是在北京度過他的童年時光 因此你要是宣傳北京 那倒和韶山有類似之處 另外延安我們知道是當年 由中共主導的閃甘寧邊區政府的所在地 而在這個地方 毛澤東就是當地的領袖 那麼你要和習近平相比 第一 你很難找到恰當的東西可以相比 如果你要比的話 那也只能把習近平在沒進中央之前 當地方官員的那段經歷來做個對比 可是他都不是比的這個 他比的恰恰是比的就是當知青的這一段歲月 那麼這個相當於他的所謂青年時代 那我覺得在毛澤東當年我們也看過一本書 由那個蕭三寫的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 其中對毛澤東的青年時代也有很多的描寫 說來也很有意思 在毛時代 尤其是在文革之前 當時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已經搞得非常厲害 但是那時候毛澤東崇拜完全是由官方一手主導的 所以那時候他宣傳的還有一定的結智 比如說他很少去宣傳這個偉大能秀 早年的這個那段經歷 像蕭三那本書 那其實都是在市面上的書店裡頭都看不到的 那我當時看過那本書 當然我印象比較深的 就是毛澤東就無非就說毛澤東 年輕的時候青少年時代就怎麼有志向 怎麼好學 什麼他喜歡游泳 愛鍛鍊身體 哪怕遇到天氣很惡劣的時候也不斷 另外他為了培養自己的定力 還專門跑到城門口這種人來人往 嘈雜喧喧嘩的地方去看書等等 就記得這麼一些事 當然也記得他在湖南那個師範的時候 以28話生的名義 因為毛澤東他這三個字 繁體字它剛好是28話 他就以28話生的名義 就是涉及聯絡同好 就是徵集同志來共同組成一些學生社團 那麼這是我們記得當中 他毛澤東青少年時代 這本書寫的這麼一些事情 你要是當年當局那麼宣傳毛澤東 那麼神話毛澤東 但是很少講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 因為這類武器他當然當局考慮很簡單 他就是叫你把毛澤東當成一個神來拜 那麼他因此呢 他就並不去怎麼樣刻意地去講他的成長過程 他要一方面他要人們崇拜權威 但是呢要避免人們以權威自居去效仿權威 你看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 特別讓年輕人看的 你也想提醒毛澤東 那就有漸喻之嫌了 那就有問題了 所以你的角色就永遠是扮演毛澤東的好學生 你不要想我要追溯毛澤東當年的青少年時代的腳步 我也要成為這麼一個偉大領袖 這麼一個大人物 那就有問題了 放在這個行程中 framework 對